对于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看到的话 在中国超过70%的公众 是积极态度的 但相对来讲 在北美和欧洲 它相对这个 就积极态度的不到50% 这个技术是刚刚 在这个进入到应用期 所以在应用过程中的话 各个国家它的应用场景 差别是巨大的 举个例子 好比说人脸识别技术 这个是在很多西方国家 他们是非常反感的 那么在中国的话 我们常常有很多那种情景 就需要短时间的高通量 我们最典型就是在火车站 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 让大量的人赶快到站台去 那人脸技术的话 相对来讲 就比其他的一些技术 可能会更快地让大家过去 有的人可能觉得说 我不愿意用人脸识别技术 那好 那我们可以有人工的 那你这样的可能会慢一些 所以我想今后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 尽量地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 但确实也根据 中国特定的场景 让这些我们的技术 能够更好的应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